手中間手到變手虛線了 結果去到現在 攻擊當天已經破100架次 連飛彈經過我們的上空 都會告訴我們說 沒事沒事 只要對他們不利的事情 他們就會想辦法就是押注 明明是一個簡單的食安問題 說no no 都是因為你們這個抹黑軍團 集中應該講的是我吧 我已經去告發陳集中 跟他法院的見譜 集中超級護航超死 現在農業部的說法裡面 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句實話 最關鍵的謎題 其實就是一開始的源頭超市 你的合約 跟你實際上面的採購情況不同 到時候就變成我們的政府違約 我們還要再賠償超市 很大一筆費用 然後他可以跟你搞這個法律問題 搞到他可能發大財 在那邊耍什麼悲情牌 大家就是依法論法 哪一個不拆的 民進黨你要為了賴清德 告訴全台灣人民說 我支持違建嗎 否則你之前修理柯文哲 修理韓國語 修理顏寬和 修理黃國昌 那你明明還在修理什麼 綠能你不能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e Peace on Blue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談 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儀修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談認知作戰 這認知作戰系列永遠更新不完 最近民進黨一系列 一頓操作猛如虎 原來雞蛋是個250 真的受不了 我們連吃個蛋的安全都沒有 當然我知道你說又要講蛋 大家也很煩你知道嗎 因為這群王八蛋 除了蛋之外鬼扯蛋的事情還真多 包括還有什麼賴清德家的違建 他現在凹成說我不是違建 但你韓國瑜 李妍寬恆黃國昌到柯文哲 通通都是違建 就我不是違建 豈有此理 但他還發明了一套說法 讓你覺得說真厲害 另外這個就是最近共機落台 100多架次創史上新高 但是慈母守中線 不知道守到哪裡去了 變成慈母守虛線吧 我猜啊 那關於認知作戰 民進黨到底怎麼可以把這些話題 通通拗成我對 通通理錯 執意的人通通是中共同仁 我們來歡迎最大的中共同仁許巧鑫 大家好我是巧鑫 巧鑫我們這一次呢 又有新的認知作戰題材 因為基於上一次巧鑫來 我們後來做談談認知作戰 也隔了一段時間了 太多可以更新了 真是更新不晚了 尤其呢 比方說我們最近都在討論 那個蛋的事情 嘿嘿也變成認知作戰了 明明是一個簡單的史安問題 數學問題 經濟問題 現在說no no 都是因為你們這個抹黑軍團 其中應該講的就是我吧 因為呢 我已經去告發成吉仲不曉幾次了 你不是被告的其中之一嗎 對 是他先告我 因為我說這個政府的作為 簡直是謀財害命 結果證明我是先知嘛 這些這個蛋都過期了 也沒有銷毀 然後還跟台灣蛋混沖 然後說是台灣蛋 這個拿著用謀財害命去形容 我覺得剛好而已 結果他很生氣說 你們怎麼可以污蔑農業部的奴隸 然後告我 我跟你講啦 你告我我還告你咧 一共告三個人 第一個告成吉仲 第二個其實我當時 早就把續場會的這個董事長 林聰賢告進去了 第三個是誰呢 是告這個秦宇喬 所以秦宇喬也告進去了 所以我目前主要告發的是 這個貪污徒利 是三個人 所以林聰賢不要以為 你可以躲在成吉仲的背後 其實這整件事情跟新潮流 跟賴清德說不定都會有關係 就是他們以派系來講的話 因為賴清德是屬於新潮流系 林聰賢也是屬於新潮流系 那林聰賢到底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的參與程度多深 這個是未來當法院的見法 話講清楚把真相追出來 我們講到這個蛋 真的是王八蛋 自己犯錯還敢告人 這就我們現在中華民國民進黨的 王八蛋官員 有一個事情真的是被民進黨硬壓下去 賴清德家的違建 這個是民進黨的梗圖 重點是民進黨黨中央發佈的 9月5號有沒有看到 網傳賴清德主席老家為違建 此為錯誤訊息XX 請勿散播 首先賴清德家是這棟 這棟也是賴清德家的親戚所有 其實也是賴家的兄弟之一 我跟你講 很多那些家裡有違建的民眾 然後他家明明就有違建 而且算是 就是等於不是寄存違建 是新的違建 是必須得拆的 他們被排拆了 他們都會來找議員 希望我們去幫市府官說 然後呢 說吧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家本來就有建造啊 就是你家一定是本來有建造 你就是在有建造的房子上面 又另外去加蓋就變違建了嘛 對不對 你本來的那個對沒錯 可是那你有沒有往上加蓋呢 你往上加蓋的話就變違建了 所以這個建造 然後他們都會講說 因為屋頂遮蔽物 防止陽光照射影響老人家生活 增設設施嘛 那你是不是就在你本來的 本來有的建造的建物上面 另外去增設設施 這不是違建什麼是違建 那如果這樣講講得通的話 跟你講一拖拉庫的這些 在他違建要等著被排拆的民眾 他們也都是用這些理由啊 那為什麼政府還是要去拆他們的違建呢 首先我先講 這個圖就是標準認知作戰 因為我們到現在已經完全 釐清賴家的這個建築是怎麼樣 首先哦 這個是賴清德的兄弟所有 所以這不是單純親戚 是兄弟 我沒辦法講親戚就是 除了自己的兄弟跟直系血清之外 我們才會說他是親戚 否則都會說是家人 第二個賴媽是住這一棟好嗎 這一棟是他哥哥的啊 所以你看他連故意化差 真的很有技巧很會 好那沒關係反正打臉的人很多 但是賴伴說 因為大家都猜嘛 那賴伴就說 清德老家跟其他個案違建不同啦 我們全力配合改善 所以我們做了一張圖 我們不一樣 你是礦工貴族 對這個是賴清德說的話 我跟他們不一樣 違建就是違建啊 當然我們用事實說話啦 就是說第一個你看其實是這一棟 那再來呢 明明說1993年是空空的 2003年的巴卡生了出來 93年之前沒建物 2003難道賴清德是93年出生的嗎 只有幾年三十歲 那今年還不能選總統 先退選再說 哈哈哈哈 所以講到現在賴清德從頭到尾 說謊到尾 那我們還幫他做了一個 建清德的小花園啊 蓋啊蓋啊蓋啊蓋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側翼打我打了好幾天 說我是歷史盲嘛 然後你看這一棟 這個是定標我們可以換過來 這個是一個黑色屋頂 黑色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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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看喔 黑色屋頂旁邊有一棟對不對 突然 欸 生出來了白色屋頂 然後黑色屋頂變加蓋變尖頂 所以呢零果92年 就2003年才突然報告生出來的 生出來之後呢 這個白色屋頂蓋了怎樣 尖頂的屋頂 尖頂屋頂之後呢 旁邊又拓寬出一個花園 花園之後又加上洋場小徑 所以違建很明顯 但是很明顯啊 這個已經變成自己的後花園了 是 但是呢 林靖長說沒有違建 所以我們就把他的 這個空造圖調出來 有沒有全部都是違建 然後剛才那一棟有沒有 他們自己造的那一棟 欸抱歉這是賴保濕 在隔壁這棟是賴清男 所以反正這幾個都是賴家什麼賴清男賴清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家的關係 但是他那一棟喔 現在送給他兒子叫賴婷玉 希望他兒子不是只是他的親戚啊 哈哈 兒子現在也可以用親戚來 對對對對對 他講的是85號 我們講的是84號 說這我很不想去理清這些廢話 但是你看小花園 楊昌小靜在這裡 看得一清二楚欸 不是啊 這個違不違建 是由市府來認定嘛 當新北市政府都已經認定說 他是違建的時候 那你因為你今天你是副總統 你就可以說不是就不是 那這個完全是把我們的民主視於無誤 你們還敢說你們是民主進度黨嗎 誰家裡有違建 不管你過去知情不知情 今天有人檢舉了 就是照案排拆啊 很多正式人物過去也曾經被發現說 他家裡是違建啊 哪一個不拆的 就你現在賴清德你最屌 你說你跟大家都不一樣 我不用拆 因為我副總統 我不想拆我老家 可以這樣子嗎 連他自己的老家有違建 這種最基本的 市府說該拆就應該配合依法辦理的 你都不願意依法行政 那未來如果你做了總統 你怎麼可能會依循我國的法治精神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這一次 不是違建的問題 是他這個違建的事件 讓我們看到賴清德這個人的本質 他其實對法律 對一些行政 他看似好像都說常常去切割別人 可是那是對別人他可歌可泣 但是對自己跟自己人的 哇他抗爭到底 我這樣全網沒人敢這樣討論 因為這個討論一定要被民進黨 這個哥布林瘋狂攻擊嘛 大家想一個問題嘛 中福祿85號 中福祿84號 他一開始民進黨給的那個圖就說 你看中福祿85號這一棟 他就不敢講 明明你兒子繼承你的是84號 你硬要把你隔壁建築硬要說 這親戚所有 那這一戶明明是你哥所有 從空造圖來看的話 但其實都是你家的人 結果你也敢畫個X 硬要說沒有 空造圖掉出來就明明就長出來了 對啊很明顯吧 還有什麼好說的 8485 8789嘛 對不對 那40百億 但是其他人都猜 柯文哲 韓國瑜 顏寬恒 大家通通都猜 其實包括黃國昌也猜了 結果柯媽出來哭 我跟黃國昌猜 再來就看你賴清德啦 但是民進黨繼續說 你猜這個就是不盡人情 你怎麼可以統工聊呢 我們來看一下民進黨的資深的作家 這想想論壇的作家 他講到說 比如說周一寇先講 他說賴朝經就是賴清德的爸爸 是礦災上升的 賴清德才出生95天 那楊鎖這就是想想論壇的作家 他說這個工聊是違建 侯偉儀不僅不盡人情 而且還傷害底層感情 也缺乏歷史感 他說當時賴朝經 60年前罹難的時候 只有33歲 賴清德是未滿百日的嬰孩 可以這樣子嗎 他賴朝經留給了賴清德 一個俊美的肖像 所以賴清德是台灣夢的象徵 他喜歡帶熟識的人 去他人生出發所在 那是一種不忘本 牢記自己父親礦工的身份 某種程度在小屋是艱苦人 艱苦人 走過過世代的印記 所以觸動我們台灣人的心 所以楊鎖就說 這個工聊是違建 不盡人情 傷害底層感情 也缺乏歷史感 如果是金金普通的神秘 只能感嘆 桌子底下 乒乒乓乓出手不高 所以講了半天 不但說這不是違建 還說了你在傷害台灣的歷史 跟情感 我跟你講這些話 很多這個違建戶 然後來找上我們的時候 他們都是這樣講的 就是我們家很辛苦啊 然後這個爸爸媽媽怎樣啊 現在市府要拆我們家 就是不盡人情啊 這個早就已經存在很久了 我們只是做一些翻修而已啊 翻修又翻很高這樣子 甚至有那種 我曾經拆過一戶違建戶 它是 像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兩個 兩棟嘛 剛好這邊都是他們家 可能兩棟的三樓 他就為了方便 直接在中間蓋一個空橋 也太有創意了吧 中間蓋一個空橋 所以他們就可以這兩戶 這樣子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啊 這個當時說拆不掉 就是拆不掉 後來是我把它給拆掉了 所以在我的選區都知道 你說你樓上有違建 希望拆 那我會幫你處理 你自己有違建 那你不希望被拆的話 那不要來找我 找你拆更快 對 找其他的議員 那當然如果你是願意改善到 能夠符合法規 我們會請人來教你 要怎麼樣才能符合法規 不要違建 但是現在這個擺明了 就是告訴你說 只要是敢扣人 違建為什麼不可以 違建就是這個社會 當時大家辛苦的一面 誰不辛苦啊 就你賴清德家最辛苦哦 那如果你今天 因為你們家很辛苦 所以你的違建就不用被拆 那其他所有的辛苦人 照理來說 我們同樣來看 他的違建也不應該去拆他 那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全台灣的市政府在搞什麼 就應該要放任所有的違建嘛 這樣子我們城市會變好嗎 這樣子我們台灣人民的安全會提升嗎 都不會 所以我們知道說 違建它是一個 台灣的這種長期以來 既存的歷史工業 可是我們有很明確的法規 比方說像當時陳水扁 規定了84年作為一個分水嶺 84年以後的違建 以我們台北市來講 不管怎樣就是要拆 這個時間點就定在那裡清清楚楚 我們就是按著規則走 即便知道違建是歷史工業 那我們找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這條線 你做基本的修善是可以的 可是你不可以再往上加蓋 或是整體的翻新 因為那就會讓你從既存違建 變成新違建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在92年93年那個時候 他們再去往上加蓋 再去往上去翻新翻兇 這個就是新的違建 在那邊耍什麼悲情牌 大家就是依法論法 就是論事 我管你家裡以前過得多辛苦 比你辛苦的大有人在 他們家碰到同樣有違建的情況的時候 是否拆不拆 照樣拆啊 那為什麼就只有你賴清德可以 所以他還用這個所謂的側翼 鼓動那個情緒 用情緒來形塑自己的正當性 然後來強加說你新北市政府 你這種就是一個缺乏歷史感 你缺乏所謂不盡人情 如果不要傷底層階級的感情的話 那是不是 我請問民進黨的地方縣市政府 以及他們的縣市議員 跟包含賴清德 現在要選總統了嘛 你贊不贊成放寬 就是說廢除所謂的 寄存違建的這條線 然後你贊不贊成 讓大家能夠房屋 可以自己往上蓋寬蓋胖 因為照你的意思說 只要我們是底層階級的 就不應該被拆違建 那你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你認為各縣市政府去拆違建 這件事是錯誤的事 是傷害底層階級的事情 所以代表民進黨 你要為了賴清德 告訴全台灣人民說 我支持違建嗎 我鼓勵違建嗎 我反對政府拆違建嗎 那你要說清楚啊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要把 我剛問的這三個問題回答清楚 如果呢 你不支持違建 你不鼓勵違建 你支持政府訴差違建 那不好意思你家就應該要先示範 對 那否則你之前修理柯文哲 修理韓國瑜 修理顏寬和 修理黃國昌 那你明明還在修理什麼 我可以你就是不行 綠能你不能 是 那當然除了訴諸情感情緒勒索之外 最厲害的地方還是 認知作戰的顛倒作法 這個張景豪他就講了 賴清德新北老家被指違建 這個最近的經濟部呢 礦物局跟新北市府共同會堪 經濟部就說依照礦業法 其實沒有採礦權啊 不是礦業用地啊 但後續呢你沒有變更 那是你地方政府的態度啊 所以講了半天啊 這個賴清德老家 就是在萬里六坑煤礦這個地方 已經沒有1988年 我出色的那一年了 就已經撤銷了 就是你市府不做功課 可是如果照這樣講 那是不是郵清跟蘇貞昌要被痛罵一頓 1988年到現在 做醉酒的兩個縣長 我在想張景豪 你是不是該去罵一下蘇貞昌 對不對 蘇貞昌 趕我屁事 好 小心 又來了 認知作戰 因為地政局就說 你這個是申請許可 你自己不申請 然後也沒有得到許可 你自己就說 新北市政府怠惰 什麼怠惰 我的天啊 他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明明經濟部說是合法 是你新北市政府 沒有去把所謂的 礦業撤銷之後的採礦地 去把它改回正常的用地 都是你們的錯 怎麼可以怪賴主席 大警豪他做議員 他講這樣子的話 會被全台灣大多數的議員 是嘲笑的 代表說你根本就不了解 縣市政府的相關規則 土地的地幕變更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比如說以台北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像很多都是 第一種住宅區 第二類第三類 那什麼住一住二住三 然後商一商二商三 他各自有不同的 可以使用的相關規定 這全部都是有規定的 厚厚一本 自己可以去看 那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變更我的使用的地幕 那當然你就必須要 去自己去申請 比方說在台北市 最常出現的是說 可能過去我是工業用地 但是台北市 已經沒有在做工業了 那所以這個土地 他們的所有權人 他們就會去向市政府 申請說 我希望變更地幕 那通常他們都希望 變更成什麼 以台北市來說 變更為商業用地 因為商業用地的話 它的價值會更高 那台北市政府 當然不可能讓你隨便 就從一個工業用地 然後馬上變成經濟母 變成商業用地 他就會跟你談說 那如果要變更的話 確實你這裡已經沒有在做工業使用 我們全台北市都沒有在做工業 那你要變更成商業的話 那你要有什麼回饋給市府 所以這就要來談 所以它是一個相當嚴謹的都市審議過程 甚至在都市審議的過程當中 很多會找外部的委員 而不會由市府裡面的人自己來決定 因為我們怕會有人謀不長的情況 因為裡面有太大的利益 好我舉這個例子 大家就可以聽得非常清楚了 一個專業的 我不敢說我自己多專業 但是一個普通專業的議員 他最起碼要知道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 自己要去幫賴清德的土地去變更的 你就是按照程序來去做申請之後 然後跟市府這邊 包含都省會 會去了解你這邊的地的狀況 再做最後的決定 你什麼都沒有做 你這就叫做違建 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如果你認為 我這裡已經不是礦業用地了 我認為我應該要變更成住宅區的話 那你就理當所有全人 向新北市政府送出申請 經過審查通過之後 你才能去蓋這樣子的一個房子 所以在內政部訂定的 這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27條山坡保育區 是沒有辦法變更為建築用地做住家使用的 我想這一個呢 才是為什麼賴清德他們的家人 不去主動的送出使用分區改變的審查 因為根本通過不了 送出去有去無回嘛 你一送反而會發現你是違建 不如不要送直接偷蓋 很多民眾都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沒有被抓到的話 那沒關係就這樣繼續生活下去 那也不錯 這種僥倖心理就是賴清德他們家的心理 可是賴清德要做總統的人 可以這樣僥倖嗎 總統可以用僥倖心態 僥倖心理 自己的一個老家都處理不了 他現在的身價也不缺這個老家 我們可以同意楊索說他 哎呀他心裡面很難過 但是你難過人家其他人不難過嗎 剛那個楊索嘛他講說如果拆掉的話呢 就會這個傷害了底層階級的感情 這個楊索呢他可能就是一個文人吧 所以他根本就不了解所謂的都市 他是在一個缺乏知識跟常識的情況之下 說出那樣的發言今天要把違建拆掉 是要把賴清德全家倒平嗎 不是 你本來可以存在的部分可以存在 不能存在的部分就不能存在 你長高長胖的部分不能存在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民眾就是說呢 要如何改善到符合法規 那就是看當時的法規能夠允許你 蓋到什麼程度 那你今天你把它蓋寬蓋胖了 那你就把它拿掉 回到最原本法律可以允許的樣式 所以我必須講 如果這一區的法律是完全不能蓋任何的房子 從以前到現在都不行 那不好意思這個是內政部的法律規定 你不滿意你去修法 你民進黨現在是立院多數 你喜歡你可以去修法 說這個是不需要的規定 好吧他廢止掉了 那如果能夠溯及既往 或許你可以保住賴清德的家 但如果說今天你沒有要修法 那你就必須要讓他回到最當初的時間點上面 法律所允許的情況 所以他會不會被拆完不知道 但是一切要合法 就像柯媽媽她拆的時候 她就拆她上面那一層嘛 對柯媽媽就把她上面那一層拆掉嘛 因為他中間的那個建物是合法的嘛 他是在上面加蓋一個那個曬衣服的地方 那個是違法的嘛 也沒有人會說你把柯媽媽全家都拆了 老人家沒地方可住 從來沒有人這樣講嘛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說 如果賴清德他們家的房子在那個地方 按照法律規定內政部的法律規定 是從頭到尾都不應該存在 那他會比違建還要更嚴重 他就不只是違建的問題而已了 因為通常講的違建 都是只加蓋的 對都是加蓋為主 這個歷史工業很多都有加蓋 那加蓋的話那被發現那把它拆掉 那拆掉就好了 那你原本的建物 你有建造你有石造你繼續用 可是如果這些房子是根本就 沒有資格存在在那裡 這要由市政府去判定 等於說這是更嚴重的違法 那竟然整個民進黨 還要在這個事情上面賠下去 護著一個違法的一個設施 只因為他是賴清德老家 所以賴辦很誠實 賴辦比賴清德誠實 他說賴清德老家跟其他建安違建不一樣 其實真的不一樣 人家是上面加一個蓋而已 你那個可能是這裡更不能蓋東西 對啊因為這一整區通通都不行 當然賴清德有一個名言 他說啊 我有門牌 所以呢就合法了 當時也引起軒爛大波 這個應該是全台灣所有違建代差戶 都每個都掌聲鼓掌就好 因為有門牌違建戶實在是太多 甚至還有一個更扯的 你有聽過一個說法嗎 有人說呢 社會局都有去做愛心送差啊 那為什麼你們算是違建 社會局跟那個建管出的不同單位 可以送差那裡不能違建啊 就是太多荒腔走板的一些說法都出來了 只為了護航 我覺得門牌已經很好笑 但那個送餐是我看到 所有的說法裡面最搞笑的 說因為新北市政府曾經到那裡送過餐 如果今天是違法的 你還能去送餐嗎 欸是啊 很有道理啊 我們都被說服了 當然可以喔 送餐的人不管你是不是違建 他也不會無聊說要去檢舉你是不是違建 我看其他蠻多新北市的綠營的議員 對這個事情是不講的 對是不講的 因為你一旦講了之後 其實你會很難下台階 所以只有一個張錦豪 然後跑出來講說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的責任 我就不曉得 這是賴清德家裡的責任 這是他們違法 是他們家要負責 怎麼變新北市政府要負責了呢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搞不好賴清德當選之後 錦豪必有大用啊 阿豪謝謝你 當初替我發出正義之聲 當然最近大家最關注的是 急重問題 因為重重呢 說要走 欸我又不走啦 欸我又要走啦 急人天下 好急人天下 不管出了再大的包呢 都能夠被留下來 走不了 他的官位是有噴過包膜的 哈哈哈哈 其實都已經生不知道 多少顆蛋了 還在亂七八糟 還衍生出更嚴重的食安問題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吃到的蛋呢 是台灣的還是巴西的 有沒有拉肚子 我沒有拉肚子 但是問題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哪裡來的蛋 因為我吃很多 我一天可能現在要吃兩三顆以上的蛋白 就補充蛋白質 然後又可以快速減重啦 現在我們政府昨天有個新聞講說 政府留下 變成欸連高雄都被判成擊中了 高雄都開始去查說 那些雞蛋到底在哪裡 所以巴西的過期雞蛋 現在流落在各縣市裡面 要各縣市政府要自己去查 如果找不到呢 如果有些不肖廠商就趁機就把它拿去 就像桃園那樣 跟台灣的雞蛋混在一起 然後標示台灣蛋 那不是就形成了很嚴重的食安問題嗎 甚至還去殼做成蛋液 根本無法追蹤 那你吃蛋糕的時候你會知道你的蛋糕裡面的蛋是由哪裡做嗎 你吃那個餅乾的時候 你會知道那個餅乾裡面 它的蛋是用哪裡來的蛋做 你不會寫嘛 而且現在大家很擔心就是說 實質造成的傷害嘛 對 但是呢 陳急動之所以不會走呢 蘇貞昌啊 鞠躬絕尾 有沒有 急中還沒實質 有人急著換話 很惡劣 好 但是呢 你互不互急中我不重要 重點呢 根本就沒包我 我跟大家講最近這是荒腔走板道的機類 大家也看得很懶了 就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啦 那第一個 沒包膜 沒噴蠟 硬要說有噴蠟 那農業部說不要太糾結這個議題 沒事啦 有保存 再來呢 陳急仲說我報費5000萬顆雞蛋 換得60億元的效益 欸這真的是超強認知作戰 你說他過期 他跟你說我有包膜 那你跟他說 你明明就沒包膜沒噴蠟 他說你不要太糾結這個議題 然後你跟他說你現在報費竟然是浪費錢 他告訴你說 什麼浪費錢 有60億元效益啊 巧欣 是啊就像過去呢 你怎麼可以說我們有人走私香菸呢 那叫做超買而已啦 我跟你講農業部現在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現在農業部的說法裡面 我們找不到一句實話 這是最恐怖的地方 他已經 可能讓全國人民 對於政府的信任感低到一個極點 因為每一句話 他們都前後都不一啊 已經太多例子了齁 不管是剛剛講的手機包膜 或者是9月12號的時候 他們發了一張圖片 告訴我們說 目前所有巴西雞蛋都在有效期限內 然後隔天就說他們代報費了 有5000多萬顆蛋 因為要過期了 那你昨天就說所有蛋都沒有過期 今天就有35%的雞蛋過期 那到底是怎樣 好再來齁 我在一開始的節目的時候我有講 我告的人裡面其中一位是秦宇喬 因為秦宇喬到現在從一開始 我們最早追這個蛋的議題的時候 秦宇喬他是超私公司的負責人 巴西雞蛋都是他們超私進口過來的 然後呢他只說1000塊而已 他就做負責人了 但他到目前為止都只有發過新聞稿 他的廬山真面目沒有人看過 後來我們就開始追蛋的其他問題 其他問題 可是你追一追之後 你會發現又回到源頭了 就問題在原點 你這報廢的5170萬顆雞蛋裡面 佔整體的這個進貨比大概是3成5左右 在3成5的 就我們在國外買雞蛋嘛 我們現在國外買雞蛋買進來之後 35%左右要銷毀 就這5170萬顆嘛 這5170萬顆裡面他們說了 大概有八成是來自於巴西的 那八成來自於巴西的 你就把它乘以就乘以0.8 乘以0.8之後呢 這個乘以0.8以後 4千萬顆 4千萬顆裡面我們也知道 大概有八成吧 差不多 我沒有仔細去算這個數字 但是八成是超市進口的 所以你再乘以0.8 那等於是說 超市進口裡面的 這些蛋 都是超市進來之後要報廢的 所以你一個公司 你幫我們去跟巴西 到底是怎麼談的 你跟政府是怎麼談的 談到你的蛋大多數都要報廢 那請問這間公司要不要出來講話 這間公司要不要出來說明 當時是怎麼樣跟續場會談的 怎麼樣跟巴西談的 當時說明的保存期限到底是幾天 就單就你們超市的部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蛋 都是必須要銷毀的 這個超市的秦宇喬 完全沒有出來過啊 所以你知道嗎 最到最後回頭看 那個超市還是它是那個 就是源頭 超市的謎沒有解開的話 後面你會發現所有的 你那個最關鍵的謎題 其實就是一開始的源頭超市 所有後面衍生出來的 包含食安問題 都是從這個超市公司 為什麼可以由它來代理 進口這個巴西的蛋開始 一連串的都全部都不對了 因為擊中超級護航超市 比如說我們隨便舉 現在有三家公司牽扯到這裡面 超市公司 屏東的台農 台農蛋品 還有一個是桃園的綜藝 桃園的綜藝 那個吳老闆應該就是老實人 我必須說啦 因為我去看了一下 他不是被說是140幾萬顆雞蛋嗎 對 那那個他自己的 連他自己的廠牌都自己起照 這個就幹嘛一定是老實人 就是他自己起照自己的廠牌 還有登記工廠登記 他的巴德廠 那台農後來圖萬財 自己也受不了 說都是農業部叫我講的 農業部還叫他護航超市 是 對這好笑 到現在圖萬財跑出來了 綜藝的吳老闆跑出來了 所有老闆都自己面對 自己上媒體 然後自己被採訪 然後該道歉的道歉 然後該認錯認錯 然後毒漢才是出國 該講出實話 講出實話 部分實話 就只有超市到現在 永遠躲在擊中的後面 然後擊中一大鼻灰 報廢 然後結束 曉欣你知道嗎 據說今天已經超過6000萬顆要報廢了 因為每天都在變更多 每天都在增加 那但是民進黨傳說什麼東西啊 成績中間是勇敢負責的部長啊 有沒有你看 這個劉士芳又出來鬼扯了 比扯連還會扯的 被衛留就是要負責任的啊 面對不實的質疑 我們要大力來澄清 所以可惡 許曉欣活該被告 那個歷史哥活該被整 就是你們這些王八蛋 繼續造謠蛋 第一個勇我承認啊 做到這麼爛 還可以繼續在位子上面 這種不要臉的程度是勇 負責是完全沒有 他可能負民進黨的自己黨內的責 可是他沒有對全民大眾負責 大力有效澄清 我很支持啊 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棒啊 面對不實的質疑 如果你認為我們的質疑不實 請你趕快出來澄清 就像是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超私的單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站出來 要求成績中公開 超私的合約的 我就說請你公開超私的合約 不要像過去疫苗採購一樣 瘋存30年 他就說好我要來公開了 就公開之後 他超私合約的內容 大家放大看 欸怎麼跟你陳其中講出來 完全不一樣 炸鍋 還自己做圖卡 欸我們這件事 一定要謝謝巧欣喔 為什麼呢 如果今天陳其中沒有蠢到 把合約扔出來 絕對不可能燒那兩個禮拜 因為他如果學這個陳時中的話 瘋存 你這兩天你就聊不下去 因為你只能罵他瘋存嘛 你們知道嗎 我當時去告陳時中的告訴狀 寫得很簡要 那因為因為我的這個 怎麼講呢 我們都認為這件事情很奇怪 然後什麼瘋存30年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具體的 那個合約跟那個資料跟數據 所以我們只能請檢調去調查 所以我的告訴狀呢 相當的簡要 可是呢我們這次告陳其中 跟林聰賢還有清雨喬的告訴狀 洋洋灑灑的寫了好幾大頁 為什麼 因為是在他公開合約以後 所以我們就直接第一個指出說 你的合約跟你實際上面的 採購情況不同 光是這件事情陳其中 就有可能會被檢調起訴要去坐牢 真的 因為我們這個不管是公司或法律 或是行政單位都是一合約走 對 那你當初訂了一個合約 你不能講說他現在做法更寬鬆 對人民更好 不行 你就是要按合約走 如果你沒有按照合約走 你就是有問題 所以公務人員不會大家都說呢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而且要按照法規來做才不會違法 不然公務人員會被送辦 他們害怕 那奇怪了 同樣是政府體系 為什麼陳其中這麼大膽 你訂了一個合約 你可以完全不按照合約走 你跟我們說完全不按照合約走 那你合約不是亂寫的嗎 其實我最尊重他的是他當天開那個記者會 他的圖卡上面引用了他自己的合約 特別跨出來上面就寫著說 代收轉付 而且他合約寫得很清楚 就是甲方就是農業部 然後乙方就是超市公司 乙方是用估價單跟甲方來請款 然後在代收轉付之後呢 給這個所謂的出口方 他甚至裡面還提到了說 如果有退換貨的問題 也會幫忙負擔 如果今天遇到任何不可抗的因素 而且這不可抗的因素裡面還包括疾病 然後包括了公共衛生等 所以他們早就知道有疫情 所以才加這個嘛 然後所有負責呢 超市只要幹嘛 超市只要說去跟農委會 就是農業部的保險方要錢就可以了 要不要的到不重要 只要你有協處這事就好 這個合約是這樣寫的啊 那農業部會說 可是現在超市他做的是 這個比我們合約還要優待的方案 我告訴你錯 如果今天假設換黨執政了 假設這個超市公司他有一天絕對 當時的這個待遇不滿 他可不可以提高 他可以提高 他可以主動提高農業部當初不按合約走 他會不會贏 他絕對會贏 到時候就變成我們的政府違約 我們政府違約之後 我們還要再賠償超市很大一筆費用 要補償他 有沒有聽過他已經先賺錢了 然後我們還要再付法律風險 要補償超市這家公司 他其實資本只有50萬負責人才出1000塊 他可以跟你搞這個法律問題 搞到他可能發大財 他已經發大財了 再額外再從法律上再撈一筆 他從你賺3800萬 然後他這個拿去付律師費綽綽而已 而且陳吉忠蠢到什麼程度 他畫得出來裡面那一段名就代收轉 他上面還寫說你看超市絕對有能力墊覆 就自己的圖卡現場打臉自己 這大概中華民國史上也沒有這麼厲害的官員 可是大家知道嗎 農業部的認知作人是有效的 我一樣被罵 因為那些陳吉忠蠢聽說要走的時候 我去跟他說吉利蛋你要走了不要啊 然後下面馬上可能罵我 罵得很用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他說歷史哥 有人真的在為台灣農業努力 你是非不分 蠻利人不齒的 希望來這邊看得到大家 去看看吳英寧的文章 去查查北農事件 真的去了解媒體鋪天蓋地報道下之下 哇 媒體 等一下媒體都被你關掉了 好 全世界缺蛋就是戰爭影響 這都是農業部的縮帖 各國政府想辦法引引像上次颱風 高麗菜漲價等等 沒有人去罵北農啊 真正希望中間選民要看清事實 生活很苦心很累 但是要好好關心真相 這是我們的國家 爛的土地爛的未來 不要被在野部分人是惡意破壞 非常可惜 我一開始就看吳英寧的文章 然後非常好笑 我只能說非常好笑 他們就是 這個是真實的帳號 我去查了 他們就是有一些就是信眾啊 這真的非常好笑 吳英寧就是吉娃娃你知道嗎 就是陳吉仲的娃娃 我不是說他是狗 是吉娃娃 他其實超級喜歡他的老師 陳吉仲 他對 他是他其實是老師控啊 今天只要陳吉仲 送這盒委去 吳英寧已經站出第一線 而且一直言必稱吉仲老師 對 然後吳英寧他那整篇文章 他有試以任何巴西彈的問題嗎 沒有 他只說當時攻擊我的人 跟現在攻擊陳吉仲 是同一批人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放過他們 就這樣 他那篇文章的重點就這樣 剩下都是一些華麗而不實的 文字的鋪墊而已 好 那我要講喔 吳英寧當時被稱作 高薪實習生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看不懂財報對不對 對 好 那他看不懂財報 這件事情是被誰質詢的時候揭露呢 是我的好同事 臺北市議員徐世勳 他是哪一個政黨的 他是民國黨的 當時他掛的政黨是民國黨 他不屬於國民黨 也不屬於民進黨 他當時甚至也不是民眾黨 他後來在柯文哲時代 做了客委會主委 到現在蔣萬安上任之後 也聘他當客委會主委 所以他做的蠻好的 他問政非常的理性 他只是問了吳英寧說 這個財務報表 請問你看得懂嗎 然後發現說看不懂 然後就引起軒然大破 徐世勳主委 有在這整波事件當中 對陳吉仲提出任何的意見嗎 完全沒有 他是我們臺北市現在的客委會主委 他專心在做他客委會的工作 所以如果吳英寧認為 當時你自己看不懂財務報表 被攻擊這件事情 那是你覺得你就很委屈 然後你就說陳吉仲也是被這群人攻擊 我直接告訴你 當初揭穿你看不懂財報的人 根本這次一句話都沒有說 這才是事實的真相嘛 所以認知作戰真的很有效 這就是認知作戰 信眾還是到處在出征 我也是只是希望吉利戰不要走 結果他那麼氣 只能說真有效 這麼多護航宅 最後我們來講一個 認知作戰的高潮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2020年 我們這每次都來檢視一下 隨便舉個例子都好 大家還記得 慈母守中線 蔡英文三部強勢護臺 比媽祖還要厲害 那麼大已經如來大佛等級 你看這張畫 廣播驅離共機 結果驅離到現在 共機單天已經破100架次 國防部連廣播都不廣播了 他只有發新聞稿說 希望北京即刻停止 巧遜我們用這個做結尾來討論一下 近期這個認知作戰 其實只要回頭一檢視 這才剛剛發生的事情而已 民進黨到現在安靜的不行 完全沒有辦法 他的認知作戰最厲害的地方是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的信眾不會反應 哥布林不會出現 然後塔律班不會攻擊 在其他的事情上 他就是這樣瘋狂撕腰 他可以挑議題決定 然後這麼荒膽的事情 手中間手到變手虛線了 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相應的報應 是不是給我們做個結論的 這就像是當時 飛彈從台灣上空經過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說 沒有那個是什麼到 上空飛領空 然後什麼到了宇宙 還有什麼之類的 忘記 他們當時具體的說指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非常的離譜 就是怎麼會 連飛彈經過我們的上空 然後你都會告訴我們說 沒事沒事 安全的安全的 只要對他們不利的事情 他們就會想辦法 就是壓住 讓大家不要討論 不要關心 不要知道 最少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是如果他們覺得 然後對他們有利的 比方說攻擊高鴻安好了這一點 他們就會全力的去 鋪上去去咬 然後讓更多的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也其實只能說 他們在整個選舉的能力上面 還是有他們的一套 對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國民黨最近的氣勢 我覺得有起來 那包含就是去監督雞蛋這個事情 所以我認為整個在野力量 還是必須要去整合的 你面對民進黨的這個全面執政 如果在野的力量沒有整合起來 來做監督 我們不要講說什麼 藍白合不合這種政治的議題 我們單純講說在野的團結作戰 你像在雞蛋的議題 國民黨裡面包含 像比如說同一天 那可能像有一次是這樣子 我跟淑慧跟司剛去北檢提告 陳吉仲他們三個 然後呢 洪威他們 洪威姐他們在監察院告罰 然後呢 再來國民黨在黨部開記者會 然後昨天呢 我又再去這邊告什麼賭職之類的 然後再去了一次北檢 陪我們的立委候選人去 然後呢 這個同時侯伴 他也在開記者會講 但的問題 還有立院黨團也挖出了新的料 所以你知道就是一個政黨一個組織 他要能夠共同協同作戰 我們甚至不用就是說 大家坐下來每個都要談談談 沒有我們自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監督 把真相找出來 這種團體作戰的力量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 所以我覺得在野的力量 如果能夠整合起來 針對現在民進黨做的不好的事情 做持續的監督跟揭露真相的話 才有可能讓類似這樣子的認知作戰消失 是喔 我想我最後很有一個所感 因為剛才巧欣說的 如果今天大家還記得之前侯友宜說 農業部你有種告我 那如果當時三個在野黨的主要候選人 大家同步發文說 郭台銘有發 然後侯友宜有說你不要 他意思說你不要去告徐巧欣啊 你來告我啊 那如果說打個配合作戰嘛 比如說柯P也發一下 然後郭董甚至霸切說 誰只要因為蛋被告 我鴻海法務護你到底免費 是不是大家氣勢就起來了 我意思當然我不是說要幫郭董或誰助選 我意思是說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再也就是因為力量分散 所以這種認知作戰才能 囂張跋扈到這種程度 這麼荒唐事情 台灣真的是微爐雷軟 這現在雖然飛機一彎進來 你受得了嗎 更別說去年花蓮四聲巨響 搞不好就是所謂殲20隱形戰機在那邊飛 到現在國防部不給任何資訊啊 這件事我還去請教 那個空軍退伍的張延廷將軍 他說軍事就這樣嘛 排除所有不可能 那剩下就可能 那只剩下這個隱形超音速戰機 在那邊飛的這個機率是最高的嘛 但是現在政府完全不給 這就是認知作戰 他扭曲你的認知 扭曲你的認識 甚至還敢公然的造謠 然後來反打 譬如說去罵巧欣 還在攻擊這個歷史哥等等的 然後還覺得自己一副陣營 然後有一群信眾繼續的撕咬 那我想這就是認知作戰 我們要持續來破解 那我們最近我也跟巧欣講好了 我們就繼續的定期的 我們來破解民進黨的 這些認知作戰 我相信這個系列 可以無限制的更新下去 因為民進黨永遠都有新料給你玩 好吧 那我們今天後來座談 我們專家講談 我們就聊到這裡 希望大家對認知作戰的問題 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最重要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最近需要大家多多的推送 每晚8點我們準時更新新的節目 那最後也可以透過線下的贊助 綠接PayPal 微信 或者是郵局 來給我們更多的糧草 讓我們做得更好 我們今天還是要再次謝謝巧欣 百忙之中來 謝謝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囉 拜拜